下面去,海底下面去,把整个庄就打到海底上面, 滴在海底里面,然后,庄上面有把绳子, 然后采购一块这个,所谓的四方方的土干那个冲, 然后把网再挂在这个冲上面。 所谓的打断这个刀,它掉有多深,像这种,这两个都是庄, 它每一张网,它又钉两个装下去,装上面就把那个最粗的绳子, 然后呢,再把这个冲,再做这个冲, 做这个冲,四十方方这个冲,做这个冲呢, 它冲的每个结构,每个系列,每个结构, 它都要,都有它的,都有它的道理。 那时候,那时候,大陆美花镇的人在这边, 差不多一团二三十招啊,打装一,一招转, 都有二十个人,你看看有多少个人, 所以说大概,到这边稍微往下面, 然后那边,往后去挂,稍微,稍微, 放一点,有一点,有一点,有一点, 然后它这边就是,它这样子,这个刀起打的时候, 它下面,它最主要,最主要是,它这,这个要直, 这个要直,它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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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,就是,就是,装了,我们拿手画成为秋吧, 它就,就,这个,这个秋罐里面,它才会直,直线, 往下面打,它的这两个,成为,刀,刀的,刀疼,刀疼, 就是这两根绳子,是用拉的,是用拉的, 拉的人,它主要这个刀,下面还加一个石头, 这位斗落,石头,石头,石头,先要在那刀, 然后你要拉,所以说,要有力气拉起来, 所以才会有十几个人,到,因为你刀多, 所以说,刀北干的人,差不多全部都, 我们的祖先,他,他就发明这一项, 他把这个刀疼圈在这个,这成为鹿啊, 梅花鹿那个鹿,鹿啊,两个耳朵一样, 他会把,这个绳子有个记号, 他会把它藏在这边,藏在这边, 只要手拿着就好,他因为的, 他的绳子有硬度,他这样子藏着, 然后弯过来,手拿着就好,他有个记号, 他这边,他这个秋换的刀里面, 他这边一开始换下去, 那后面,有一个小的绳子, 因为这边又有一个小的绳子, 把这边,他就往这边拉, 然后这个就下去了,秋就下去了, 他秋,他就不能够一下子下去, 因为,你一下去,那个秋嘛, 他这个,这个就会断掉, 你如果这样子含着下去, 这个秋,这个就会断掉, 这个小的土缸, 这个小的土缸,它就会断掉, 所以说,他必须要弄直, 弄直,他比如说,他水有十五千层, 十五千层,这个秋的本身就两千多, 他只能够在十一千,十二千左右, 他用一个记号,他就吞在这里, 那个记号就吞在这里, 他拉直的时候,他的秋,你下面还传, 还有一段距离,还有一点距离, 他露了讲,这个拉直了, 刀直了,露了讲,好, 他这个,会把这个打开, 然后就插下去了, 插下去了,他很快就开始拉, 拉这两个斗腾, 拉上来,然后他,他这个水手, 他就把它压下去, 像一个,一下子拉了, 他说,好,他这个, 因为他要竖多少下, 拉的人,拉的人,一般的火灯有五个, 然后,请过来的工人, 他大概有十几个, 架下有二十个人在拉, 他就会竖的, 他一个,一下,两下,三下, 他竖到露了讲,好位置, 普通来说,都是五十下到七十下, 为什么会五十下, 他因为没有潮水的时候, 他,他打的时候,比较有效, 要潮水很急的时候, 他靠着这边打,靠着这边打, 他就,效果就比较少, 但是你,没有潮水的时间, 他也不是说很久, 所以说,他很早就去打, 但是有潮水拿着,他还在打, 所以说,有潮水的时候, 他大部分都六十几下到七十下, 那没有潮水,他五十下就够了, 他短,他四面短, 短的时候,他这两个, 他这两个,要不然的话, 他这两个就被他短, 你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短, 他这两个就被他死了, 短在一起, 短在一起,短在一起, 所以说,他用这个, 所谓的弄,这个是弄, 这个是板, 他这个,然后用这个尖, 然后下面呢, 就板石头,板石头, 这个是硬鼓样坞的, 这后面,是硬朝绳, 这个是山, 是这样啊, 这个是翔毛的尾巴比较长, 镇毛的尾巴都弄到这边去长, 就是上爬,上爬的頭就是放上的,下爬的頭就放下一點,就是外面 它這個部位啊,就熱度沒有錯了